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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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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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来看一场长得还算比例还算可以 现在这个年轻了 没成年 他写了要细 说白了就是胸 后背 窄 宽度还没出来 还有头 他等了十二个月 十个月以后 才开始长头 长胸 发葱 确实我觉得他好像 跟人差不多 十六七岁的小孩 男孩子都是在长身高 长身高 二十几岁以后 或者是十八岁以后 长脸 长颜值 就是长脊胸 或者是长宽度 十个月之前 红果肉长头 你看头多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肩膏的问题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给大家 选好好的一个标准 不能把肩膏作为最一的判定标准 很容易判断食物 造成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什么 买的人呢 一味的去关注肩膏 我觉得要高的 高的 结果造成繁殖者 一味的具体的肩膏 弄来弄去的 就是中国一样的股 无论任何品牌的股 都会大 非常非常大 然后工作能力越来越差 其实我觉得 在渡宾这种肩膏 七十左右的肩膏挺好的 你想一想一下 如果他再长得这么高 就是七十左右 八十左右的肩膏 那他四肢得出上什么程度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是不是 就是杜宾这个品种还可以 还可以 杜宾比较高 他的腿比较长 肩膏高一点就行 像卡斯伦和罗雷纳 都属于比较粗杠型的拳 然后呢 他四肢也比较短 相对于杜宾来讲 属于短的那种 然后呢 如果你还要求他肩膏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长得特别有鞋 开箭期视频 那是什么 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不是高的 就一定是好的 一个好狗的标准 也不单单是肩膏能够决定的 有很多啊 有很多世界名选 近期的我们之前 那个罗维娜那个 就是那个 罗维娜那个 罗维娜的小曼波学统 聊过 查过这个资料吧 嗯 小曼波的身高只有 六十三厘 是所有罗维娜的这个 顶级的世界关系里面 最矮的一个学统 但是 不可否认他的这个 成绩啊 比赛的成绩 也是有功夫的 很多人很多 专业的人士 也从来没有说过 因为他的身高 哎 影响了他的这个价格 对吧 就是 不能以身高来 判断一个狗的好坏 要看他的综合 就是说百分之 要看身体没够 我们自己加养股 也不是大比赛 对吧 也不参加什么 选拟啊 这一段 我觉得身体结构的 这个好坏啊 可能对于我们后期 让这个狗 更为关键 身体结构好 对起码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曲线 哪怕 比如说我们的 头板好临毛色 并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的身体结构好 对于一个 自己加养 或者当丑股起来养的 这个 加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什么呢 有机会我们再做一期视频 是什么呢 关于狗狗性质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 比他的品相 更为重要的一点 也是我 养股这么多年来 认为 一个好的狗 评价这个狗好坏 性质是最关键的 好了 我们这期 关于这个狗狗生光的问题 大概就分享到这儿 下一期 我们有机会再想一想 关于狗狗的性质问题 拜拜 好了 拍完了 给你拍 躺着 走